我慢慢地听 雪落下的声音 闭着眼睛 梦想着她不回听 你没办法靠近 有落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唱歌的时候 如果忘词了 让你提醒我一下 娘娘 我以为那是您自己的节奏呢 这个叫做节奏 我顺心 娘娘为何如此伤感 我够了 婴落 今天把你叫过来 是想跟你道个别 道完别 我就准备把我的生命定格在 这美丽的三十多岁 您说什么呢 娘娘 您都三十多岁了 婴落呀 听话能不能听重点 好的 娘娘 那您好端端的 为何会有这种想法呀 自从我上次搭病一场 皇上很是担心 命运善访每天 每时进步 久而久之 就如现在这般模样 再这样发展下去 我肯定会失去了 皇上的宠爱 娘娘 您真是多虑了 您看看您现在 一点儿也不胖 真的吗 快 婴落坐下来给我讲一讲 娘娘怎么个不胖法 娘娘 您看您身材比例这么好 头这么小 腿那么长 又细又直 多好看呀 是吗 其实我也觉得 我的腿挺长的 婴落你过来 快看 我这大长腿 我的腿从这儿到这儿 婴落你的腿从这儿 我慢慢地听 雪落下的声音 好了 娘娘 您也别太担心了 我倒是有个主意 行了 你先把这衣服放下来 我看你那对腿吧 黄眼睛 什么主意啊 这以后啊 御膳房送来的食物 您就不要吃了 让耳晴吃 婴落呀 你都不知道耳晴 吃成啥样了 耳晴 你进来一下 娘娘 快看 耳晴已经挺帮我忙的了 回娘娘 我已经吃了一只烤全羊 还有一只烤鸭 我实在是干不动了 那这样 你赶紧去运动运动 缓一缓 还好了 把那只烤鸭也吃了吧 娘娘 能不能好好聊聊 你说 娘娘 是我不好 我坏事作戚 但是你能不能 别再用这种吃东西的方式 惩罚我了 行吗 你快起来 这种惩罚好是 改变了我的命运 特罗伯伤府后不要我了 娘娘 好好的一个家 就让皇后娘娘给我 快快快来人 快来人了 娘娘啊 娘娘啊 娘娘 你刚听见她说什么没 什么 她说傅恒不要她了 那我不就有戏了吗 英洛呀 你相信我 你的真命天子不幸福 哎呀娘娘 您还是想想您自己的事吧 哎呀别提 一提那个事我就害怕 那这样吧娘娘 干脆咱们就不吃 直接倒掉 那怎么行呢 皇上遇刺的 那对皇上是大不敬啊 那这可怎么办呢 哎呀算了 随机应变吧 皇后娘娘 奴才袁春旺 给皇后娘娘请安 英洛 快看 快看 看见了 看见了 太可怕了 快看这一碗汤 别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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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皇后娘娘 这是御膳房今儿个专门为娘娘背的菜皮 好了 公公既然送完菜 那就请回吧 皇上特意吩咐过 请娘娘务必把这菜吃了 奴才才能回宫复制 这么多我根本吃不了啊 没事没事 娘娘今天胃口不好 吃不下这么多 皇上英明 料到了娘娘胃口不好 而这汤就是专门为娘娘 调理胃口 完了 英诺 你看这碗汤 这跟洗脸盆一样 怎么办呢 没事 娘娘 我有办法 好 娘娘说了 你近日为娘娘准备御膳 很是辛苦 娘娘让你把汤都喝了 补补身体 我这种吓人要是喝了 那是要掉脑袋的 这是娘娘特意赏赐给你的 你不喝 那就是对娘娘大不敬 好 奴才喝 让她多喝一点 好累 娘娘说了 汤不能白喝 每一碗要有意义 对 是得有意义 今天御膳准备几道菜啊 汤不算 三道 喝三碗 这汤吓得也太慢了 春旺啊 本宫亲自问你个问题 你猜本宫今年多大了 汤汤汤汤 停 变 写 Johnson 写 说得对 汤 娘娘可以不喝了 皇上驾到 皇上来了 奴才给皇上请安 皇上 皇上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正是超近道来的 有一个小门他们都挤不过来 既然是小门 皇上也不能钻过来啊 朕怎么能钻过来呢 朕是大大方方走过来的 皇上真是机敏过人啊 怎么样 今天这几道菜 你都吃了吗 非常可口 一口没动 皇上 最近有点补大发了 皇后 你就放心吃吧 朕特意从西域 请来一个瘦身顾问 制作了一套减肥计划 不知道现在顾问还没到吗 来喽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瘦身顾问 我将在这短的时间内 给你们塑造出一个完美的体态 来 来 我们一起来跳新秀身操 好 好 快 把方莲耳琴也叫上来 快 一起来 一起来 还是我的名字 嘿嘿嘿嘿嘿嘿嘿 每个步步是发生 Buddy in the sky 都笑着大音乐的运气闯 嘿嘿嘿嘿嘿嘿嘿 把自己隔离交换 一起上去 五六七 左右左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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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上 左肩 右肩 打开